我们晓得说美国为什么能够带着世界跑 因为它是依据启蒙理念建立了一个国家 那么什么叫启蒙 我想讲起来才复杂 其实归纳讲我就把它变成 简单就是四个字叫真善美乐 启蒙第一个就讲理性 科学 逻辑 求知 那么以前的人很可怜 他被威权控制 被宗教愚昧 启蒙就是说你不要相信这些 用自己的脑袋求知 那么为了让别人求知 所以你需要保障他的人权 免于恐惧 你不能讲一句话就把他抓起来 他真不敢求知 你要保障他的人权 保障他自由 免于恐惧 然后因为要保障他的人权自由 所以你需要法治 要法治的话 你需要民主来做程序正义来维持 所以这都有逻辑相连的 因为科学求知的结果 我们技术大大发起来 对不对 那这个技术就带来了财富 好软心这样 而且中间这个启蒙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原理 就是财富创造的原理 就是亚当斯密斯讲的 就技术要专精 然后分工 透过自由贸易就带来成长 他决定是说一个东西 简单的东西 如果一个人从头做到尾 可能一天做十只 十个人分工 从头到尾分工 可能一天做四万多只 就是生产力的巨大 就再来财富的成长 那么你要带财富 当然你要保障人家私人财产权 他才有创新的欲望 所以不会像马云被退休 对啊 你要保障财产 然后你要保障一个自由贸易的体制 那它可以自由交换 这是看不见的手 这些都是财富创造的基本条件 那么你这个共产党这个原理 它是违反财富创造原理的 所以它不管再怎么弄 就像1949年到1976年 它经济是完全破产 完全破产 一穷二白 所以这个今天那个过去三十年 中国有这个经济成长 因为它遵循了这个 遵善美乐 对 财富创造的原理 可它现在不晓得这个原理 它现在回到它什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完蛋了 完蛋 它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就是制造贫穷的 贫穷制造机 不可能产生财富 所以它现在完蛋了 那么以前你跟着美国跑 美国其实它也想利用中国 制衡恶国 所以让你跟着嘛 现在一看 你 要换位了 不 洋虎一换 对 它要来跟你什么终身西将 对 那个美国现在真的清醒了 对 美国别的地方也觉得糊涂 对中共来讲现在全国一致 非常清醒 对 非常清醒 所以不可以让你跟了 不可以这个什么断断断 它就经济就崩溃 直直落 对 会不会再起来不可能 你说像北朝鲜搞多少年 它经济会起来吗 不会起来 不可能 因为它不照财富生长的原理来做 背着原理做 对 对不对 我最近也看到新加坡 现在黄巡彩当总理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永远不要押注中国衰弱 这个跟你讲的刚好相反 那我想你对中国非常了解 这个李显龙是退了 他交棒给黄巡彩 但黄巡彩看起来有点脑筋 不是那么清楚 我在想 你刚刚放弃新加坡两年前 放弃了之后 我相信对新加坡是有很深的了解 所以你放弃 现在回来看新加坡 如果按照黄巡彩这样的讲法 新加坡的未来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变化 那这个就是说 人类在普世价值上 当你压错边的时候 现在如果说像他这个样子 他就要公开骂台独了 那我想 好你把台湾现在如果 台湾有钱再把钱放新加坡 你也会有点担心了 那我想这样的一个转折 这样的一个转变 回来我们在挺超线来谈谈 台湾如何面对中国的 这个应对中国 好那我想这是一个大的主题